喵 喵 喵 再一張 我叫不吵 咦咦 笑不吵 喵 麻雞 你幫我折套 你給我一下 給我一下 現在你給我一下 來 給我一下 好 來囉 一 二 三 麻雞 看到兒子這麼可愛 兩個要不要再拼地了 這個苦笑 想必是想像好好戴麻雞 比如說 沒有老婆還很久了兩年 特別帶著這麻雞 競爛拍攝全家服 看來往即時上不哭不鬧 超級配合 直到現在才九個月大 長很快 體重已經十二點五公斤了 聽說是快兩歲小孩的標準 通常是穿兩歲的衣服 所以我們就去看了兩歲 結果怎麼穿不下 那跟版型比較小的吧 然後最後對方就拿出個四歲 然後比起來剛剛好 像說都花錢買了 可不可以再大一點 就拿六歲 還是可以穿 對 然後我就買六歲了 所以它的成長速度 是比一般都很大 對 我們那時候問了一下 小朋友那個幼兒科的小醫生 他是說他超過百分之百的標準 但如果他一切是正常的 那就沒關係 所以他是超過標準的 你平常有做過什麼 對老婆最體貼的事情嗎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 他常說我很不浪漫 我覺得我還滿浪漫的啊 在坐月子的時候 都還滿讓我感動的 他在坐月子當中算是一個 就是看清他這個人 看清他這個人 就是真的很好 嚇死我 嚇死我 我想說我把他食物吃掉 對 就是真的很好 他會讓我好好休息 然後比如說你在餵奶或什麼的時候 他都會很認真的幫我 嗯 要講清楚 就是幫什麼 就是 對 就是幫我 交往的時候沒那麼提供 交往也沒有 就我們現在就結婚了 兩個月就結婚 認識他了解他 然後就我們就結了 這樣 所以很多都是 就是結婚之後的事情 偶爾小草有 但大草沒有 小草有 那誰先 先老婆 他 我吧 這樣 為了未來人生 沒有 沒有 讓步嘛 就沒關係 我們有講好 就不會吵 過夜 我的個性也就受不了 就說 不要吵了 要幹嘛 這樣 所以 我就還好 通常就是 算是我先和好嗎 好 算是 我都會先跟他聊天啊 什麼 他就不理我 就在聊天 對 就尷尬 他就跟我聊天 對 就不要怕嘛 就是 幹嘛 這樣 他可能會突然罵我 不要理他 然後就繼續聊天 他就好了 大家可以台階下 但你說真的一樣 有兩個去冤魂 對啊 就是我們 通常會找一段時間 就兩個小時 因為只剩時間比較短 然後爸媽來幫我看一下 我們就跑去吃個飯 然後再拍個照 你看 小雪兒拍照 就拍個照 就是這樣 看起來好像 好像過了很長 那其實只有一小時 六小時 就是這樣 就吃個飯 最多 我覺得他對於 美感的事情是很厲害 通常他對於 拍照片 跟 放照片 就是上網上傳 或是家裡的某一些 拍攝的擺設 就是要求很多 哪怕小朋友拍照也是 我現在不能亂發照片 他說 你這顏色調不對啊 有 有種被羞辱的感覺 就說 阿卜都一樣美 這顏色不對 然後我想說天啊 他會把整個色調 就抓一致 這個還蠻厲害 所以你平常工作沒人敢念你 對 比較少 對 我家是另外一個人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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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